可是跟大家相關的 我們要來看看到底歐巴馬怎麼做 安倍怎麼做 馬總統在今天我們知道 他傳出引用美國憲法來講 他要連選國民黨的黨主席 是合宜的 姑且不論有關方面是否認 但是引用到美國憲法 想之於馬總統在美國讀書 當時也讀了好幾年 對於美國的法律應該了解 這一次美國總統歐巴馬 在致詞的當中 就職典禮當中所說的 大家就可以拿來跟馬總統比一比 歐巴馬說 偉大的政府必須要照顧做事 但是我們回應到馬總統 他曾經說過 沒加薪因為企業賺得不夠多 合法圖利財團有何不可 大家講到這個就覺得 為什麼總統差這麼多呢 我們要報告馬總統 你知道我們現在出現了 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移轉效應嗎 就是說大陸的 陸資來台灣 台灣的人才去大陸 你可以看到這部電影 遠離非洲的劇情 可是真的有點悲的感覺 像是遠離台灣 我們有多少人才遠離台灣呢 這個是歐洲商會 2013年最新的報告 我們來看它這個最新的報告 它怎麼講的 它說未來一年專業人才 是不是有要持續外移 69%認為是 96%為是當中 你可以看看這個數字 結果67%他們是前往中國大陸 你看日本 新加坡 香港這些大陸佔了67% 大陸佔了67% 到大陸的原因是薪資低 所得稅高 工時長還有加薪太少 這都是我們台灣第一薪爆肝 你叫他們怎麼留在台灣 即使去大陸它都牙一咬就認了 可是你看大陸你等待鮭魚來的時候 是不是來了很多的鱷魚 春節之後第四波的開放入資就要開始了 所以大家就說 這真的是一個轉移的效果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 我們昨天公佈了台灣去年的失業率 可是我們今天要看到 我們的青年失業率有多大你知道嗎 當中是三年來的第三高 應該十年來的第三高 還是比十年前還要高 12.66%這是我們青年的失業率 我們還要補充一個 如果講到對弱勢的關懷 歐巴馬的這句我特別要來強調一下 就是說當我們國家越來越少人非常富有 越來越多人僅能虎口的時候 國家不會成功的 我們相信美國的繁榮 必須仰賴廣大崛起中的中產階級的肩膀 馬總統引用美國憲法 要不要引用一下歐巴馬的說辭 來對待我們國內的弱勢 可以再少一點 就可以再跟他講講 連租個房子都得討價還價 更別說買房子了 若是竹亭租房子有四千塊的補助 以前只要申請就會過 現在得用抽籤的 因為申請的人變多了 講更白一點就是窮人變多了 在名額有限的情況下 政府想到的罰子就是跟弱勢的人說抱歉 行政助理的他月薪兩萬八 下半間拆去 結果還要被課2%的補充保費 他問我們到底招誰惹誰了 有錢人需要兼差嗎 收入高的人是要多付的稅 像趙索摩這樣有良心的有錢人很多嗎 恐怕得靠政府罷關 歐巴馬的就職演說讓很多財團挫勒蛋 富人徵稅有可能再度加碼 照顧弱勢 密學員很專注的看著台上的勞工眼神都是感動 對我們的很多勞工或薪資階層 能夠讓他們的薪資能有所成長 怎麼照顧年輕30萬以下的人 名字中都有馬的兩個人 做法肯定差很多 年輕文綜合報導